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学了错误更正以及工作底稿的技术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开始学习各种会计专题 也就是各种类型的交易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们就从我们最熟悉的现金以及银行存款开始 这一集老师要讲的内容 是有关现金以及银行存款一些基本的认知 以及有关现金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问题 因为现金人人都爱 一不小心就会被别人摸走了 我们也没办法在钞票上写名字 来证明这些钱是我们的 所以讲到现金就不能不讲内部控制 再者 因为现金就如同是企业的协议 同学们都知道 人失血过多就会死 那么企业如果周转不灵 就会要了他的命 所以呢现金管理也是在介绍现金的时候必讲的议题 接着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 首先老师先介绍现金的特质 现金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钱嘛 是的 不过会计上的现金不只是钱那么简单 它还有一些特质 要符合这些特质的要求 会计上才能称为现金 第一个呢是货币性 它可以作为支付的工具 也就是我们用它来还债 对方是不能拒绝的 比方说我们使用的新台币 不管是钞票还是硬币 在台湾地区都是作为支付工具用的 第二个是通用性 它要能在本地流通 比方说美金 虽然它也是一种货币 不过它在台湾地区并不能够流通 同学们不要以为 饭店不是也收了各国的货币吗 怎么说不能流通呢 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美金在台湾地区就可以流通的话 那么这些使用美金的客人 就不需要去银行 把美金换成新台币 直接用美金付款就好了啊 为什么还要去银行 把美金换成新台币呢 就是因为美金在台湾地区不能流通 所以呢他们才必须要去银行 把美金换成新台币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它的用途不能受到限制 那么会计上所谓的 现金它不能有任何特定的用途 如果它被指定用途的话 那么这笔钱在会计上就称它为基金 比方说为了还债而设置的长债基金 或是以前老师的学生会为了毕业旅行 他们会存一笔币链基金 虽然他们的形态都是钱 但它已经有特定的用途了 就不能叫做现金了 简单来说现金必须是自由的 怎么用都可以 那么有些企业呢 它也会为了某些目的而设有专户 比方说为了发放员工的薪水而设置的薪资专户 那么这种专户根据上面的定义 照理来说也不应该列为现金 不过因为他们的金额通常不大 或者是呢 它也只是现金规划分配了一种用途而已 就好比说我们是为了发薪水才把钱领出来 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发薪水把钱领出来之前 那些钱呢也还是自由的 所以呢 他们还是列在现金的向下 接下来老师要跟同学们介绍现金的内容 听了前面老师说的 同学们大概知道了 会计上的现金除了外观是钱之外 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它不可以被指定用途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不在我们眼前的钱 在会计上也可以称作是现金 比方说我们公司里收银机或是金库里的钱 同学们都知道它叫做现金 那么其实它正确的名称呢 叫做库存现金 那么像是活期存款 虽然不在我们的眼前 可是我们公司要付款 我们用转账 比方说直接用网络转账 或是用ATM转账 ATM就是所谓的自动提款机 我们把钱转到对方的户头里 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有没有付钱呢 相信同学们都会说有付钱啊 可是我们没有把银行里的钱领出来 然后付给对方 怎么说有付钱呢 因为同学们也知道银行里的存款也是我们的钱 所以呢即使没有钞票的形态在收付 我们也知道银行里的存款也是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来看现金包括哪些内容呢 在这里老师要顺便跟同学们说一下 那么在实物上呢 有很多的小企业会把银行存款单独列示出来 有别于库存现金 所以呢他们的现金科目呢 指的是库存现金 那么银行存款呢 他会另外再设一个科目 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没关系的 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 哪一些可以把它当作是现金 第一个是纸钞硬币 这个呢一定没有问题 它是我们的法币 就是我们看到的钱 第二个是支票存款 支票存款是银行存款的一种 只是他领钱的方式 我们一般说动用是透过开支票 它是随时都可以领钱的存款账户 只要我们开支票就可以领 当我们开支票把它领出来 它就变成现金啦 所以我们把它算尽是现金的一种形态 第三个是活期存款 它也是银行存款的一种 它随时可以领钱 像是在ATM领钱 或是在银行柜台领钱 或是用转账付钱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也算是现金的一种 再来是银行本票 或称本行支票 我们一般简称本支 或是台银支票 我们一般简称台支 它是一种绝对不会退票的票字 退票就是拿不到钱的意思 那么因为银行在签本票 或是开立本行支票 或台银支票的时候 它就会先跟申请人收钱了 所以这些票它后面是确定有钱的 那么我们拿到这些票 一定可以拿到钱 就跟现金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它归入现金 再来是邮政汇票 它也是一种保证会拿到钱的票据 这是因为邮局在签发汇票的时候 它就已经先跟申请人收钱了 所以这张票一定不会退票 再来是旅行支票 它也不会退票 原因是因为买旅行支票的时候 发行旅行支票的公司 已经先跟购买旅行支票的人收钱了 所以如果我们收到旅行支票的话 它也一定不会退票 再来是保付支票 它也是不会退票的一种票子 因为发票人在跟银行申请保付支票的时候 它已经把钱交给银行了 所以每一张保付支票的后面 都有等额的现金在 那么如果我们收到保付支票 就如同收到现金一样的稳当 再下来是集期支票 那么集期指的是这张票的发票日 在我们拿去银行存的那天起算 往前推一年之内 那么只要把这张票向付款行提示 原则上我们就可以领到钱 那除非发票人没钱啦 那么这里呢 有牵涉到几个专有名词 老师再跟同学们做一下解释 首先是支票的发票日 那么支票呢 就只有一个地方会填日期 那个日期呢 就叫做发票日 不过因为支票的规定呢 是建票即付 也就是你看到这张支票 就是要付钱 所以呢 发票日也等同于是到期日 第二个名词呢 是提示 所谓的提示呢 我们一般说嘎支票 也就是让付款的银行 看到这张票子 那么付款的银行 看到这张票子 他就知道要付钱了 最后呢 是三个月内到期的定期存款 那么定期存款呢 在过去都被视为是现金 因为定存只要解约 就可以变成现金 而且不会伤到他的本金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定存的确是可以归类在现金的向下 不过因为定存如果提早解约 会损失利息 尤其是存期比较长的定存 所以呢 IFRS规定 只有三个月内到期的定存呢 可以把它视为约当现金 那么其他比较长存期的定期存款呢 就必须要把它列为短期投资 或是长期投资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容易跟圣经混淆的项目 首先是放在别人那边 作为保证金或押金的圣经 那么这些钱呢 我们没办法自由动用 那么基于它是我们的钱 它的目的呢 只是提供做保证之用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存出保证金这个科目向下 第二个呢 是员工跟公司借支 那么员工跟公司借钱写的那张借条 本来就没有办法确定员工一定会还钱 所以呢 那张借条的背后并没有等值的现金存在 只能代表有员工欠我们钱的事实 那么因为员工不是客户 所以呢 员工欠我们的钱 不可以用应收账款这个科目 那正确的用法应该要用 其他应收款这个科目 那么第三个呢 是提供做单保品的现金 那么这笔钱呢 我们也没办法自由动用 所以呢 通常我们看它当单保品的期间长短 把它列为其他流动资产或是长期投资 再来呢 是远期支票 照理说支票都是见票即付的 性质上等同是现金 但现在很多公司 其实是绝大多数的公司啦 都把发票日压在未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拿到了这张支票 但是它的发票日是压在三个月之后 换句话说 我们要三个月后才能拿到钱 那么因为这些票子呢 还没到发票日 不能领钱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列为应收票据 那么最后呢 是邮票 印花税票 那么这些呢 常有人觉得 他们可以拿来当做现金来使用 比方说缴印花税 就是用贴印花税票来支付的 那么邮票也是一样的 不过现在实体邮寄量比以前少了很多了 那么对邮票的需求 自然就大量的降低 那么印花税票呢 虽然是可以缴印花税 但除了缴印花税之外 它就没有其他的用途了 所以呢 通常我们都不会把它当做是现金 而把它们放在预付费用的向下 再下来 老师要跟同学们介绍现金的管理原则 那么我们管理现金呢 必须要兼顾 第一个是流动性 这个呢是最重要的 那么流动性呢 是企业存续的第一要件 流动性又称为短期常债能力 就是说一年内到期的债务 企业有足够的钱去偿还 不怕没钱还的意思 老师先前一直强调 亏钱的公司还不至于马上就会倒闭 但只要资金周转不灵 有个债权人他拿不到钱了 他就会跟其他的债权人说 他没拿到钱 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会马上冲上来 很可能呢企业就这样倒闭了 所以呢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流动性都是最重要的 企业绝对不能发生债务到齐 却没有潜负的情况 那么现金管理的第二个要注意的是收益性 现金是流动性最高的资产 因为它本身就是支付的工具 但却是收益性最低的资产 因为持有现金不会产生任何的收益 比方说我们把钱放在枕头底下 我们放十年也不会生出更多的钱 所以呢如何在顾及流动性的前提之下 创造现金比较高的收益 也是现金管理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我们一般最常见增加现金收益的做法呢 就是把部分的现金从纯粹的现金 转变为约当现金 那么约当呢就表示他现在不是现金 只是性质上比较类似现金 就像是我们说的准新娘 就表示他现在不是新娘 准妈妈就表示他现在还不是妈妈 同样的约当现金就表示 但是他现在不是现金 不过经过某个简单的程序呢 他就可以变成现金了 那么所谓的约当现金呢 根据IFRS定义 约当现金呢是指 可以随时转换成定额现金 而且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因此通常只有短期内 一般我们是指 从取得日起算三个月内到期的投资 才能视为约当现金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 三个月内到期的短期票券 像是可转让定存单 银行成对汇票 商业本票 国库券 定存单等等 都算是约当现金 但是到期日超过三个月的定期存款 就必须依据他的到期日长短 化归为短期投资或是长期投资了 最后老肖跟同学们讲 现金的内部控制 我们刚刚说 现金人人爱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人摸走了 可是我们又不能在钱上面写名字 写了也没用啦 那么为了要保护现金 所以要有一些做法 我们现在就来学这些做法 首先 在现金收入方面 第一个 账款到期就要马上去收钱 这样呢 可以避免资金的闲置造成浪费 因为如果没有及时把钱收回来 就会失掉运用这笔钱去赚钱的机会 而造成的损失了 第二个是随收 随记 随存 我们把钱收回来之后 当然要先记账 然后呢 再送去银行存 不过呢 也因为是这样的操作顺序 所以呢 才会发生 公司寄完账 把钱送去银行存 却超过银行当天的营业时间 银行呢 就把这笔钱 寄在第二天的账上的情况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未打账 第三个呢 是现金收入交易使用收银机 这个呢 是因为收银机的开启 会记录交易的内容 有助于现金的控管 因为没有现金收付 是不可以开启收银机的 第二个部分呢 是在现金保管的方面 首先 我们要尽量缩短 现金在手上的时间 那么因为现金呢 是最容易被偷的资产 为了降低风险 我们就要尽量缩短 持有现金的时间 第二个呢 是现金的记录跟保管 要由不同的人来负责 那么内部机和人员呢 要不定时的抽查 那么职能分工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管钱不管账 这个呢 是内部控制最重要的原则 因为职能分工 可以产生互相牵制的作用 那么在现金击查的方面 必须要采用突击检查 才能发现舞弊 最后呢 是在现金支出的方面 首先 所有的支出呢 都要有核准付款的凭证 那么支出呢 必须要经过核准 而且付款之后 要记得 在付款的单据上打动 或是盖上付气 避免重复付款 第二 大额的支出呢 用支票付款 那么用支票付款呢 就可以透过金融机构 客观的证明资金的流向 那么第三个 小额的零星支出 用零用金来支付 那么零星开销 用支票付款 是不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的 而且实物上也不可行 我们不可能呢 为了付10块钱的邮票 去开一张支票吧 所以我们通常会 另外设置零用金 来支付这些零星的开销 那么有关零用金的部分呢 老师在后面 有一个单元 会专门来介绍 以上就是老师针对 现金跟银行存款 所做的说明 老师希望同学们 能够仔细的聆听 老师祝福各位同学 加油